他们在寻找什么? 卡尔荣格 Karl Jung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 在他与一位美洲土著酋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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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之前,这种急躁不安的情绪就开始了 西方文化现在已几乎影响着整个地球,包括东方的大部分地区 这种情绪现在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急剧增长的趋势 这种文化在耶稣时期就产生了,在佛陀之前600年,甚至在更早的年代就产生了 那么你为什么经常焦虑呢? 耶稣经常这么问他的弟子们 难道焦虑会让你活得更久吗? 佛陀也说,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止境的欲望 对当下时刻的抗拒与本体意识的丧失有密切的联系 弗洛伊德同样承认这种焦虑情绪的存在,在著作文明极其不满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他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引发这种情绪的根本原因以及从他之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这种情绪已经创造了一种非常不幸和极度暴力的文化 这不仅对他本身是一种威胁,而且对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威胁 瓦解一般的无意识状态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呢? 变得有意识 观察不安,不满和紧张的情绪如何经由不必要的批判 对本然的抗拒和否定当下而在你之内产生 当你将意识之光投入无意识之中时 任何无意识的事情都会瓦解 一旦你知道如何处理普通的无意识时 你的临在之光就会变得更亮 你也会更容易地应付深深的无意识状态 但是普通的无意识状态是很难察觉的 因为它是如此的普遍 通过自我观察来养成监控自己思维和情绪状态的习惯 此刻我很自在吗? 你可以经常这样问自己 或者你可以问,此刻我内在发生了什么事 请像你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样的对你内心发生的事情保持兴趣 如果你内在没问题,外界才会正常顺利 首要的是内在,其次才是外在 你不必立即回答这些问题 将你的注意力导向内在 观察你的内心所发生的事情 你的大脑在创造什么样的思维 你有何感觉?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体上 你有紧张的感觉吗? 一旦你发现了一些低度、不安的背景噪声 请观察你以何种方式回避、抗拒或否认生命来否定当下 人们有许多种方式来无意识地抗拒当下时刻 这里我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通过练习,你自我观察的能力以及监控你内在状态的力量将会得到加强 从不快乐中解脱 你是否怨恨你正在做的事情 它可能是你的工作 或者你已经同意了做这件事 并且你正在做 但是你同时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 你会默默地怨恨与你亲近的人吗? 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害的 它会影响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 请仔细观察你的内在 那里是否有一些轻微的怨恨和不情愿的迹象呢? 如果有,请从心理以及情绪两个层面去观察它 关于某种情况,你思维所创造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请观察你的情绪 这是你身体对这些观点所做出的反应 请感受一下这些情绪 你觉得开心还是烦恼? 这是一个你会选择让它进入你内在的能量吗? 你有选择吗? 也许你被利用了 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味 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令人厌烦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你对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思想或情绪是否有理 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事实是,你正在抗拒本然 你将当下时刻看成敌人 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和冲突 你的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周围人的内心世界 而且还污染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人类集体的精神 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只不过是内心污染的外在投射 上百万个无意识的人没有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担负起责任 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 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 与相关的人谈话 全面地表达你的感受 或者摆脱由你思维所创造的消极观点 因为你的负面思维除了加强你虚假的自我感之外 不会有任何好处 承认它的无益处是非常重要的 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情况的最好方式 实际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阻止真实的变化 任何在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 并且会创造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幸 有有甚知 任何消极的内心状态都是具有传染性的 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 通过共鸣原则 它会在其他人身上引发潜在的消极心态 除非他们具有免疫能力、高度的意识 你是在污染这个世界还是在清理废渣呢? 你应该对你的内在空间负责 就像你该对这个地球负责一样 你的内在如何、外在就如何 如果人类清理了内心的污染 那么他们也就会停止创造其他的污染 依你的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 就是丢掉 你是如何丢掉在手中燃烧的煤炭的 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的 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的折磨或 背负沉重的负担 这时你就可以放下他们了 深层的无意识状态 如痛苦之深或其他深度的痛苦 如丧尸所爱之人 通常只有当你接纳并保持持续关注 即保持你的临在意识之光时 才能得到改变 另一方面 一旦你意识到你不再需要这些无意识模式 意识到你还可以有其他选择 而不一定要受制于一些条件反射 你就可以轻松摆脱这种无意识了 所有这些意味着你有能力获取当下的力量 离开它 你就没有选择了 如果你称一些情绪为消极的 如你先前所解释的 你不是创造了一个判断好与坏的二元对立吗 不 当你的思维将当下时刻判定为坏的时候 这个急性就已经被创造了 然后这种判断就引发了消极的情绪 但是如果你说有些情绪是消极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应该存在 我们不应该有这些情绪吗 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允许自己拥有任何情绪 而不是判断他们的好与坏 或者我们不应该拥有他们 我们感到怨恨 愤怒 郁闷等都是可以的 否则我们将会陷入压抑状态 我们的内心就会有冲突或是否定 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 当然是这样的 一旦一个思维模式 一个情绪或者反应存在时 我们就应该接受它 你那时没有足够的意识来做出选择 这不是一个判断 只是一个事实 如果你只有一个选择 或者认识到你的确可以有一个选择 你会选择痛苦还是欢乐 安逸还是不安 和平还是冲突 你会选择一种使你脱离自然的幸福状态 脱离生命内在欢乐的思想或情绪吗 任何这样的情绪 我们都称之为消极的情绪 简单的说就是不好的情绪 这并不是说你不该这么做的那种不好 而只是客观评述 就像说胃痛一样 人类是一个精神失常 并且非常病态的物种 这不是批判 而是事实 仅在二十世纪就有一亿多的人 死于其他同胞之手 这怎么可能呢 人类彼此造成的这种痛苦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这还不包括每天人类彼此间或对其他生物造成的精神 情绪 身体上的暴力 折磨等痛苦 他们以这种方式行动是因为他们进入了自己的自然状态 并感受到了生命内在的喜悦吗 当然没有 只有那些处于深深的消极状态之中 感觉很坏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反映了他们内在的状态 现在他们又在开始破坏大自然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但这却又是一个事实 人类是一个精神失常并且非常病态的物种 这不是批判 而是事实 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人类在疯狂之下是有理智的 而现在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治疗和拯救方法 现在回到你刚才所说的 当你接受了你的怨恨压抑和愤怒时 你不再被迫盲目地将他们付诸行动 而你也不太会将他们投射在其他人身上 这的确是真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欺骗你自己 因为当你练习接纳一段时间之后 你需要再继续向下一个阶段迈进 那个不再创造这些消极情绪的阶段 如果你不再继续向前迈进 你的这种接纳就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标记 它使你的小我不断地沉浸在不幸之中 而且还会加强你和其他人的分离感 如你所知 分离是小我认同感的基础 真正的接纳会立即转化这些情感 如果你真的认为每件事都很好 这当然是真的 但是你在一开始就会有这些消极的情感嘛 不批判和抗拒的话 这些消极的情感就不会产生 在你的大脑中 你有了想法 认为每件事都很好 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又不能真正的相信它 所以那种陈旧的 抗拒的思维 情绪模式仍然存在 这就是让你感觉不好的原因 那也没什么不好 你在维护你无意识和遭受痛苦的权利吗 别着急 没有人会把他们从你的身边夺走 一旦你认识到某种食物让你恶心 你还会继续吃这种食物 并还声称恶心的感觉很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